Hello,大家好,我是C股井,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由于星期六就要和妈妈去拜山了,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提早录制,通宵录制。 今集就会去和大家讲一下河马由于它的窗帘,所以就被人发现了。 它明明就说了,自己就在深圳那里,然后还要特意给个窗帘大家看。 但是也有些很眼睿的网民就发现,不是啊,和你一两个月之前,即是那些直播, 惠州的窗帘的花纹一模一样的哦,即是代表了河马又讲大话。 好了,那究竟为什么他要讲大话呢? 那其实你一是在香港,一是不在香港,那有什么理由就是说, 在深圳又讲大话,在惠州都要讲大话,那究竟他讲大话是为了什么呢? 今天这一集也会比较多一些,即是题外话,当然都是牵涉河马的一些吹水部分的。 另外,Channel C这个频道,今集不和大家讲政治啦,总之呢,一个是六十几万订阅的大频道来的。 估不到就是说,都是虚在河马手上,搞到收益大受影响。 原因就是说,因为Channel C就用了少少河马去骂河白的片段, 估不到就已经是被Youtube判定为黄标,结果就导致影响到别人的频道的推送率。 总之,影响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其实河马在害人那一方面,特别是害网台,其实也是有一手的。 即是就算河马没有去report,没有去投诉Channel C也好, 但是Channel C也是因为他已经吃了一个,最少一个黄标。 这些就慢慢跟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或者扫描旁边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还有记得按旁边的小铃,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啦。 第一样东西,人们就认得出河马应该是在惠州的, 因为你没可能就是说连窗帘都撞的。 还有你正常一个人,你没有特殊癖好的话,通常窗帘你都随便买的啦。 你很少就是说,我一定要买同一款,一定要撞花纹的。 甚至乎这样说,其实你买窗帘,你隔多几个月之后买, 你还能不能够买到同一款的花纹呢? 这一个有时候都真的比较难的。 所以河马大机会就在惠州那里啦。 其实我也不明白的,你在深圳租酒店也好,在惠州也好, 其实你也不用怕给人知道。 不过河马这一份人,他已经是说大话上了引, 而且就是说,对他来说, 他已经是为自己找了藉口, 所以他是完全没有任何那些,即是慌张的神色的。 因为对他来说,总之为什么我说大话? 你们逼我啦! 因为有很多黑粉追击我, 所以搞到我一定要说大话来保护自己。 所以我说大话就不是骗你们, 我是保护自己而已。 我正在做的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由于他有这种心态打底, 所以能够令到他肆无忌惮地去说大话。 还有,为什么河马直播内容越来越少呢? 其实这里也和他昨天早上的直播都看到一些东西。 因为他们的直播就算只有一个小时, 但也听到隐约开门。 接着呢,阿伯也小小声地和河马说, 喂,姐姐回来了。 那那个姐姐一定是河马姐姐啦, 正常不会是阿伯的姐姐啦, 是不是呢? 即是阿伯如果有姐姐的话, 恐怕都百多九十岁了。 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不是因为寄人离下, 所以不方便夜晚开直播。 还有,就算开直播也好, 有时候也不方便开那么久。 因为你一旦开直播的话, 其他人呢,就算我不出镜也好, 但是也很大限制。 即是说,开部电视也不行, 听歌也不行, 甚至乎我做家务, 拖地呀, 煮饭呀, 斩下饭呀, 那些都可能影响你的直播。 所以河马, 他才美其名就说, 留多点时间给自己, 实际上是因为寄人离下, 无论就为人带来那么大麻烦。 还有,他之前和现在选择寄人离下, 但他明明之前有段时间是说, 他摆明就应该是他自己的单位, 即是那段时间, 甚至乎拍了厨房给大家看, 究竟他怎样煮汤。 不过是之后, 那些人笑他厨艺叉, 笑他厨艺垃圾, 他才不再煮。 即是我相信, 那间屋才是河马的真正弱点。 因为他现在叫做寄人离下, 就免得被人发现, 他真正拥有的物业。 但是, 在最开初的时候, 他猜不到就是说, 原来会牵涉到那么多。 我们也猜不到, 原来最后, 这个单位可能是关键。 结果令到他, 基本上就应该没有再回过去之前的, 应该是属于他的维州单位。 寄人离下,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了, 即是想自由一点, 其实都不行。 还有, 河马他很好笑的, 明明河马他都说, 发唤的东西不懂写, 找人帮我写。 明明他的东西都是想外判给人做, 都是想叫一声, 阿蒙,阿蒙, 帮我做, 美莱,帮我做。 然后他又想说, 哎呀, 好忙啊, 好忙啊, 我要多些时间休息啊, 我要多些时间做事啊, 所以直播短点少点, 即是不说, 还以为他有什么好途大计, 但原来, 他又是什么都不懂做, 什么都不想做, 只是想抹大口, 叫人帮他做, 还有呢, 亦都是希望坐在那里, 那些老板就自动Whatsapp, 自动Vchat, 找上门, 跟他说, 哎呀, 行了,河马, 哎呀, 帮你搭好牌的啦, 你个人来到, 帮我说几声, 介绍我这些货物好, 这里十万就给你的啦, 那河马呢, 就仍然是对自己, 好有自信, 仍然是继续发这些春秋大梦的, 其实呢, 河马很明显是被五个月之前的假象, 就蒙蔽了, 即是你说他五个月之前, 有老板十万元找他, 不出奇的, 因为呢, 你当时是有TVB的流量支持, 所以你说值十几万呢, 是一定值这个价的, 但是呢, 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是说, 河马本人, 距离监狱就越来越近, 再加上, 河马基本上是玩烂了自己抖音和微信的帐号的时候, 那时候都已经的风声传出就是说, 深圳区的直播界, 挪湖区的直播界, 已经把河马列入黑名单, 没有人会再和他合作的啦, 甚至乎当时有些什么曾经是道理过他的, 都被人找了底下, 然后呢, 又马上, 我们割席啦,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啦, 所以呢, 他们这些呢, 基本上是玩完的啦, 你哪里还会有老板找他呢, 连林作都不找他, 你就知道呢, 他这一世没有运行的啦, 所以我自己呢, 就不信呢, 河马经常说到自己有什么进展, 其实无论是说, 他说会去找律师个人也好, 还是是说他未来有什么商业大计都好呢, 我是看下去呢, 他是完全没有的, 基本上他就是, 得过且过咯, 过到今天又一天, 总之对他来说呢, 每过到多一天呢, 就已经是收拾啦, 因为呢, 他都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出事啊, 他自己心里面呢, 都预料会出事啦, 但是呢, 他当然就不想这一天这么早到啦, 还有都希望呢, 在进去之前呢, 就尽可能挖多些东西, 所以, 就是说啦, 就算没钱都好, 都坚持继续直播, 因为将来你进去的话, 再出回来, 世界就大变啦, 所以呢, 人呢, 在知道自己死期之前呢, 有时尽可能都会去做些争扎的, 但是对于河马来说, 他的争扎就是, 他觉得, 哎, 我继续开直播, 我继续爆粗, 我继续叫人家, 阿妈那里呢, 就能够帮到自己的, 那其实, 没所谓的, 他有他的坚持, 我们都是慢慢看他, 什么时候堕落折道而已, 那另外, 讲到这一件事呢, 也都要讲一下, 可白啦, 其实呢, 可白呢, 他作为一个吹水狂来说, 这些人呢, 其实就不是说, 可白是独一档的, 这个世界呢, 其实都有很多这些人的, 其实很坦白说, 我身边都有一两个朋友, 是这些人来的, 即是, 如果他们不是说, 本身呢, 是有一技旁身, 又或者是有一些, 即是, 总之没有办法取代的能力的话, 那其实呢, 他们就应该, 是很难入到别人圈子, 又或者就算是入到也好, 可能他都是和一帮差不多的人, 即是, 都是一帮很喜欢应叻, 很喜欢吹水不抹嘴的人, 就一起, 和呢, 这些人呢, 因为呢, 一个人呢, 他越是无知, 就越是固执,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世界很小, 他的世界是, 只是容纳到很少量的知识, 跟着呢, 他, 即是阿伯呢, 就永远是捉住他小量所接触到的知识, 就认为这一件事是这个世界的全部, 所以呢, 他不容许自己的世界观摊踏, 也都是代表了, 他根本没有的智力去容纳到其他东西, 同时就是说, 这些人呢, 他们很笨, 而越笨的人呢, 也是自尊心很强的, 因为呢, 没有人是愿意承认自己蠢这个现实的, 即是, 往往呢, 金森是愿意承认自己蠢的人呢, 这些人蠢极有限, 但有些呢, 明明真是智力不到位, 但是从来没有人赞过他叻的情况之下, 他就很喜欢, 要找些东西去间接证明自己很叻, 那么, 所以就是说, 无论有些什么都会抢先出来说, 我四岁又打仗啊, 你不知道啊, 我四岁又握车炮啊, 塌子啊, 我很厉害啊, 接着被人踢爆就说, 我四岁呀, 参观看人打仗, 总之呢, 我就不衰得的, 其实我是越来越期待, 究竟呢, 可白他把口将来会变成什么, 因为呢, 对于一个完全不衰得的人, 接着去到将来, 哇, 真是全部东西都衰了, 是叫做跌了到地, 连找回那些沙去那下都没有的时候, 那究竟这一个人会变成什么呢, 其实这一样东西都真是很令我期待啊, 还有, 还有几个提外话的话题, 之前河马就说, 他真的摆款出来是觉得, 喂, 我大网红, 我觉得有人给几千元, 即是包起机票, 叫我去英国那些, 好不出奇啊, 我河马, 我当然是deserve这一样东西了, 其实我就在想, 究竟呢, 即是当日在香港和河马开会, 跟着河马还要拿银行传接出来的人呢, 会不会是哄河马就说了, 英国就不要想啦, 不如过来我们泰国做网红啦, 到其时呢, 去到泰国没有黑粉骚扰你, 跟着呢, 泰国的物价呢, 只要你不去游客区, 更便宜过惠州啊, 对不对? 我们公司呢, 就包你两个吃着, 但实际上呢, 就送他们两个去KK圆区啊, 即是我特别是前排呢, 才跟朋友呢, 看完孤注一阵, 即是那套戏是说的, 如何骗些中国人去KK圆区啊, 跟着呢, 在个KK圆区里面又发生了些什么事, 那样, 如果你有听开我的神早新闻呢, 其实最近都真是有单真正的新闻是说的, 有两个男人在香港被人逮捕了, 亦都在法庭那里呢, 就在审判的啦, 因为呢, 他们是有份呢, 哄人上飞机, 那把那些人送去KK圆区啊, 那如果真是有幸将香港这两个大明星 送到去KK圆区的话呢, 我想这个情况呢, 就是跟平时会调转的, 即是以前呢, 就是说那些人会跟你说, 喂, 你拿回三五万熟金来, 那我们就放人了, 但是呢, 河马那个情况就可能调转就说, 喂, 你们快点找人出两三万过来啊, 如果没有人出钱的话呢, 我们贴钱将他送回香港啊, 那我想呢, 如果真的有这些众筹的话呢, 可能有很多香港人呢, 真的不介意十元八元就说, 我出钱啊, 我出钱啊, 那样, 还有呢, 很多人呢, 就会去直接转播河马的直播啦, 那跟着呢, 人家Channel C, 那当然啦, 他作为一个六十万的台, 他不会那么疯, 就是说, 真是完全转播的, 那其实呢, 他们都只是拿可能一两分钟啊, 又或者几十秒啊, 那些精华片段, 特别是河马鸟啊, 八那些, 最激动的那些, 里七皆分, 就是拿这些呢, 去整他们的那些片, 但是, 估不到呢, 就是这些小小的片段, 就令到人家Channel C吃了黄标, 人家还要是说, 因为一吃黄标呢, 就对我们好伤的, 你除了那条片本身是没有了盈利之外呢, 你亦都会影响了你其他影片的那个推送率, 就是说, 就算我其他影片是录标都好, 但是都不知道为什么呢, 观看数维持低迷, 那这一样东西就很直接影响到收入的, 那其实黄标这个机制呢, 是有点不公平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河马呢, 他又不是说条条吃黄标的, 就是他最初大号的时候, 是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就是爆粗的本身, 他自己说的东西就是容逐不堪, 但是呢, 他就是没事咯, 跟着呢, 其他人呢, 拿他少少来用的, 就黄标了, 那还要呢, 是上诉完人家都说不行咯, 河马摆到明就是18禁咯, 但是河马本人呢, 都还未被人18禁咯, 还有有时候呢, 大家可能看其他行家影片, 可能见到有时候, 我们连个标题都不打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呢, 这一个呢, 是我们其中一个呢, 是用来避开黄标的手段来的, 不过有时候呢, 黄标这一样东西呢, 我都觉得好看运气的, Channel C用少少片段就出事了, 我知道有其他网台呢, 是完整播了河马的粗口那些呢, 又是没事的, 不过就我自己来说呢, 我就不会愿意博咯, 虽然你说, 哎呀, 可能有机会呢, 轻松的赚十次快钱, 但是呢, 你不能够确保自己一直都是安全的话呢, 那我就觉得, 这些呢, 其实就不应该博的, 那今天呢, Channel C呢, 都在Facebook, 还是不知在YouTube, 不记得哪里了, 都发了铁文出来, 就叫救命就说, 哎呀, 被河马害呀, 那样, 那样, 不过呢, 那只河马呢, 其实他都很,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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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呢, 知道自己现在没钱做义工, 那所以呢, 他就疯狂爆粗咯, 但是呢, 之前他真的找到钱的时候呢, 那些粗口都收了, 河马好现实的, 一没钱呢, 就做回自己的了, 那一有钱的时候呢, 他就好像回到逗音那时候呢, 哇, 多温柔啊, 完全呢, 都不说广东话的, 一讲普通话的时候, 多温柔啊, 那些什么诅咒人家妈妈那些说话呢, 完全不说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在哪一天见到河马, 他不说粗口, 他呢, 开始就是说了, 修炼了的话呢, 那很明显就是说了, 他一定是在赚钱, 但是如果没钱赚的时候呢, 就窮空极恶的了, 那样子就会出来了, 那其实呢, 现在河马, 除了影响到Channel C之外呢, 河马另外一个状据呢, 是他完全搞定了刘定堅, 因为其实没有河马事件来说呢, 刘定堅真的不会倒塌, 但是呢, 就是说, 河马的力量太厉害了, 那, 嘗試就是说, 就是用河马去换食, 那结果呢, 自己都顶不住我反誓, 那刘定堅自己就玩完了, 那, 其实呢, 这几天, 刘定堅呢, 都做了些小动作的, 有贴了一些图像出来, 就说, 警方呢, 就叫他回去香港呢, 就因着河马恐吓他那件事, 就录口供那样, 那样, 那样子呢, 那样子呢, 已经很少人留意, 那就算呢, 有人是高调贴了在河马4.0群组都好呢, 但是呢, 下面都有很多网民呢, 是深水清就说, 嘿, 不要信刘定堅了, 刘定堅怎么怎么怎么的, 那样子呢, 但是呢, 在刘定堅呢, 他还没回车的时候呢, 都是说, 其实有很多信徒是支持他的, 但是呢, 就算现在刘定堅呢, 他继续苦苦坚持, 他仍然继续有出片也好呢, 但是呢, 正如16号爱人这首歌的歌词所说呢, 苦苦坚持, 惊以没意思啊, 我不知道究竟是, 刘定堅呢, 因为不断借河马, 所以所得到来的报应啊, 还是说呢, 就是, 还是其他东西呢, 总之呢, 刘定堅之前三百条那些河马影片呢, 这里起码都, 我想六七十万港元左右啦, 记得那时候好像估过计过那样, 但是呢, 来到现在他这片呢, 是说着全日, 即是那些影片数, 观看数加起来, 可能都没有以前河马影片一半那么多, 那所以你看, 是真的突然之间呢, 是说着那个收入啊, 观看数那些呢, 是真的随时可以跌成十倍那么夸张的, 所以这个呢, 都可以说是河马的一大壮举, 这一样东西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做的, 其实一个十几万的台呢, 除非那个主人他自己傻啦, 就是他自己突然之间上载了这些粗口十八个东西, 自己弄弯了自己的台, 如果不是呢, 真是单靠外力的话呢, 是很难能够弄得倒的, 所以呢, 河马在这方面呢, 是值得他自豪的, 他自己直播的时候都有说, 是姓刘那个咯, 姓刘那个咯, 替他死的, 还有呢, 河马也是的, 自从呢, 他知道啊, 刘定堅呢, 即是梅了之后呢, 连人家的名字都不再提, 那只是提别人呢, 诶, 那个姓刘的啦, 那个姓刘的啦, 那样, 所以河马在这些地方里面呢, 其实他都是有自己的小心眼的, 还有他现在呢, 就是所谓做少了东西的时间呢, 我猜他呢, 他应该是看真的很多人的影片咯, 因为有时候呢, 我之前都跟大家说过了, 我由于做事追求效率, 我真的不会说完全是听了水歌, 完全是听了日根频道的, 那些那些那些影片去搜集资料, 就是很多时候是说的, 飞着听, 听下哪里有keyword, 跟着就抹下, 跟着就再打稿, 那样, 但河马是说的, 连一些净细节的东西呢, 他都能够说出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呢, 他应该就是, 空闲时间啦, 反正又没东西做啊, 又不能够开镜头啦, 那唯有自己带着个耳机呢, 啊, 跟着在那儿谷到面红二尺, 那样, 那样, 跟着呢, 就去跟阿伯呢, 在那儿听水歌啊, 跟着又见到呢, 人家女朋友啊, 跟着又开开心心煮饭吃啊, 跟着自己呢, 啊, 他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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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呢, 一个人独自照顾阿可白啊,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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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说一下, 就是河马, 和其他网台之间的事啦, 我最近呢, 发现了一个呢, 真是超夸张的情况啦, 有某一个行家呢, 他说河马那些片呢, 是完全假标题, 超瘋, 超夸张的, 即是, 不知为什么是可以呢, 那些标题呀, 封面图, 实牙实耻, 哎呀, 可白又死了, 啊, 可白又死了, 可白一日死了几十次啦, 接着呢, 河马一日又被人拘捕了几十次啦, 那样, 总之呢, 日以计夜死了, 日以计夜又说, 哎呀, 坐牢啦, 被捕啦, 消失啦, 收工屋啦, 完全是可以当观众是傻仔玩的, 其实呢, 在这方面, 我很羡慕, 怎样可以找到一班完全接受自己讲假新闻, 然后又不会背叛, 不会放弃自己的观众呢, 即是很难得的嘛, 喂, 有班傻仔可以日以契夜夜, 以契日给自己玩, 还有, 最重要的是, 喂, 有一班那么忠实, 而且又不介意自己讲假新闻的观众, 其实这些就真是最固定的米饭班主, 我都好想知道, 究竟怎样可以找到这班观众, 因为其实呢, 真是流量密码来的, 其实, 连假新闻都可以接受了, 即是你到其时, 随便贴一条垃圾影片, 什么狗屎垃圾标题, 塞下去都好, 那别人都会冲进去看, 那这些呢,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找到这些观众, 如果有其他观众, 即是你有什么idea, 那些可以分享给我, 因为我自己, 我可能是对假新闻有敏感, 即是对上次我数错东西, 我自己都心感愧疚, 都特意, 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 但是我都要特意拿出来说一说, 就是说, 上次fake了大家, 不好意思, 那样, 其实我觉得呢, YouTube现在呢, 都应该有些事情要去整理它, 对不对? 例如说, 你小小粗口那些都应该要继续, 就不要说, 一有粗言畏语, 就立即黄标, 那样, 虽然我不说, 虽然影响不了我, 但是我都觉得, 有限度地放宽,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还有就是说, 你预期呢, 整天就走去执别人, 哎呀, 究竟是不是粗口鞋音啊, 究竟是不是语气不良啊, 那样, 其实倒不如去执一下就是说, 如果有人摆明是假新闻, 是内容农场的, 不如你YouTube直接去执这些, 好过啦,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 令到黄标的条线放低些, 又或者叫做, 一视同仁, 即是, 为什么有些人的视频是疯狂说粗口, 但是又不用吃黄标, 但是, 人家Channel C, 可能少少东西就已经吃黄标, 即是有时候, 有时候, 制度常常会被人去投诉, 不是说因为他很严, 而是因为他不公平, 啊, 为什么我就这样这样, 别人就没事, 很多时候都是这一样东西, 就算你说, 哎呀, 我设计这个机制好严都好, 如果大家都是那么严, 其实呢, 没什么太多人会出来投诉的, 但是, 如果你是说他严, 另外那个就不严的, 放得很松的话, 那情况又不公平, 又不同了, 对不对? 其实呢, 就算河马事件, 河马好坏, 很多人想他死, 很多人想他坐牢, 很多人想他被人收工屋都好, 但是, 都不建议就是说, 即是, 经常去观看假新闻, 即是, 如果你有朋友, 是喜欢是羡慕看假新闻的话, 个人建议就是说, 小心一点这些人, 因为, 你做人, 没有一个判断真假能力的时候, 可能有一天, 他未必是故意的, 但他很有可能是会因为假消息假新闻, 是间接害到自己的朋友, 即是, 他不是特意善理的, 但是, 他看了他真的信了, 跟着跟你说了话之后, 令到你做错决定, 就如说, 提早卖楼啊, 提早卖股票啊, 諸如此类啊, 那就不要上班了, 先走了, 走先啦,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假消息假新闻的危害, 好了, 今集节目短短的, 就到这里了, 我想, 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应该, 因为拜山, 所以, 就不断在车上那里, 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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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 其实呢, 你拜山的过程很快的, 你都是上香啊, 跟着呢, 去烧点东西, 可能都是20分钟搞定, 但其实每一次呢, 最漫长的就是那些交通旅程, 又要去荃湾啊, 又要去屯门啊, 哎呀, 总之呢, 好远好远啊, 好了, 今集就来到这里,